企图研究所真用真测真点评 今天想给我给大家分五期 讲五种类型的头皮护理产品 今天先讲一个最近应该说是大热的 什么头皮磨砂膏 我们举例的这个产品呢 就是多分的头皮去角质 海盐磨砂结发膏 那这个现在这种磨砂皮肤的概念 在护肤界应该也是很多年了 那我们的头皮要不要用磨砂膏来去角质 大家知道现在很多人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这种脱发敏感的情况 很多时候就是因为头皮角质层太薄了 不是太厚了 我们头皮的角质层有两个重要的作用 一个呢它锁住里面的水分不要流失 另外一个是抵御外界的这个氢汗 但是现在因为现代人呢 洗头的频率很高 洗头吹头 再加上用了很多这样的一个化学合成的产品 所以普遍包括角质层在内 头皮屏障都是太薄都是属于一个受损的状态 所以包括比如引起头屑的马拉色菌代谢产物 它就是在你头皮屏障受损的时候 它就会刺激到你的头皮从而产生头屑 所以我们现在反而你说用一个头皮磨砂 需要去这个角质 我觉得这个就太扯了 那我们回到这个产品上 我们看一下主成分 氯化钠水月桂醺基因的酸酸酯钠 甘油月桂醺硫酸酸酯钠 除开氯化钠 看后面就是一个标准的洗发水 就是加了前面氯化钠这个盐吧 盐这个东西有怎么讲 你因为它本身有个特点盐是吸水的 所以呢它用在你的头皮上 它会把你头皮里面内部的水分吸出来 所以的话你用它头皮就是会越用越干嘛 所以你看它这个宣传上面讲这个产品啊 舒缓头皮水润补水 这不是开玩笑吗 现在虽然说我们倡导这个头皮 应该有更多的一些护理的手段 但是我就搞不清这个洗护发界 怎么就会把这个磨砂去角质的这个东西 引入到这一类产品里面来 反正强哥是坚决不坚决大家来用 不管你是干性头皮还是油性头皮 只会让你头皮越用越干 破坏你的角质层 破坏你的头皮屏障 所以这个产品 这一类的产品 我给大家分析到这里 下一期呢 我们来讲另外一种类型的头皮护理产品 就是这个资深堂护理道的 头皮护理洁净折力 别忘了给强哥来个三连 这一类型的头皮护理